纽约有一户人家 在1990年的时候搬进新家 那家中的地下室呢 他搬进去发现有一个很沉重的铁桶 狗尼欧 因为身材都是狗狗狗狗嘛 就觉得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狗尼欧 屋主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决定请人家把这个重达 158公斤的铁桶 把它打开来 一探究竟 没有想到铁桶里面竟然藏了一具 死亡多时的年轻孕妇 会怕死吗 在你们家 在高尼 然后呢 很多人当然就是存了一辈子的钱 要像那么简单 竟然买到这种房子 那买到不干净的房子 我觉得说 所以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有很多的事要注意 然后有什么厄运要如何把它净化 然后如何把房子能够旺宅 把它换起来 是今天我们特别要来探讨的 那那个铁桶就在这里 1990年 就发现把这个铁桶弄开 是1999年的 对 也就是是20年前了 然后我们来听TEC跟大家讲一下 讲这是什么新闻 好 其实这个新闻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很压抑 就是家里有东西 你怎么不会把它处理掉 你怎么可以把它摆这么久 那他其实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他这个新闻是说呢 有一对夫妻 然后他们其实买的那个房子 他也不是所谓的新城屋 他可能也是经过好几手了 然后呢你知道那种纽约小镇 都是那种平房啊 或者是两层楼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地下室 或者有一个储藏室 然后他就发现 他在他的这个地下室当中 有一个铁桶 可是他就觉得说 这个铁桶不会影响到他搬家 也不会影响到他生活 所以他就把它放 就放在地下室了 就放在就好了 但是就像郑大哥讲的 大家看到这个汤好像怪怪的 搞不好里面有黄金 有珠宝 有宝藏什么的 所以他就想说 你讲坚图 黄金炸就搬了 但是就很棒啊 158公斤的没好搬 放在我家的地下室 我当然想说 9年之后 那个男主人想说 应该要把它打开来看一看 结果不打开还好 一打开发现 里面是一具女尸 又是怀孕 然后后来他们当然就报警 报警了之后呢 这个警察就马上去找了这个线索 发现说 以前的屋主 每个人其实经过了三任的屋主 这三任屋主都说 反正就是一个铁桶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发现什么事 打开之后 那个警方开始去调查 调查发现 在那个铁桶里面 除了有一具女尸之外 还有一些塑胶的那个填充物 然后还有一张很难去 看里面有什么内容的通讯录 然后他就从这个通讯录里面 开始去找 结果就找到了一支电话 然后他就打了这个电话过去 就发现这个电话 是一个塑胶公司的老板 他就接电话 现在就说 我们发现一个铁桶 这个铁桶里面有一个通讯录 里面有你的电话 你可不可以来我们这边说明一下 这个老板叫爱金斯 对爱金斯 结果他到现场去的时候 讲完反正他就是不承认 反正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现什么事情 那警方在没有任何的证据之下 就说那不然这样好 我先取你的DNA 我来检查一下看看 反正你都说没事情 不然你就DNA给我 我来帮你测试一下 对对对对 结果取到DNA之后没多久 这个爱金斯均的举枪致敬 对他就自己 有点畏罪了 对对对 他觉得事情好像要拼空了 东窗事发 他觉得他不应该 怕被抓进去 所以他就举枪致敬 这个事情告诉十位就是说 如果有人要跟你取DNA 不要让他取 对 你就不要去剪头无法 就不要吵架 吐个口水又有DNA 对都不要给任何的东西就对了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他给了 所以他就觉得他 觉得可能会东窗事发 所以他就最后就举枪致敬 那警察就觉得 那这样更让我怀疑 你就是凶手 所以后来他就把那个DNA拿去比对 证实那个女孩子的肚子里面的小孩 就是他的 爱金斯的 对就是爱金斯的 所以他背后就说 原来就是这个 那他又找到这个凶手 后来他就讲说 他又在那个通讯录里面 又发现另外一个电话 就这个电话是这个女死者的闺蜜 然后就找到这个闺蜜 这个闺蜜就说 其实他们是西班牙人 这个女生也是西班牙人 然后他当时是想说 他要到那个美国去掏金 然后要上班赚钱 结果没想到爱上了这个塑胶公司的老板 然后呢也怀了他的小孩 结果他怀了他的小孩之后 他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老板是有母的 他不知不觉变成了小三 然后后来他就打电话 介入人家家庭 对 后来他就觉得他自己也觉得不对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闺蜜说 我觉得我好像会有生命危险 你赶快来救我 听他说爱金斯的母亲 有卡电的给他 对 有卡电的给他 不然他这个闺蜜就 马上是西班牙要背去美国 但是他去的时候 他已经看不见这个人了 他的闺蜜已经没去 嗯 失踪了 失踪了 那他也就觉得 就再也找不到他的闺蜜 那没想到他后来 又看到他闺蜜的时候 已经是三十年后 而且是已经是一具尸体 然后又被藏在那个桶子里面 所以这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买了新家 或者是你买了房子 你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你家里四周的环境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 然后如果有 你就要赶快把它处理掉 不要等到说过了九年 或三十年之后 才找到这个东西